今天是世界地球日 總統蔡英文 出席英雄設計行動國訪會 是說到要如何達成 理工國空進行台灣目標 以表是說 導致新興科技加速靈活轉型 美國這台協會 出席有孫小雅 也說臺灣是世界公立的 全球環境 領導者 總統蔡英文 完成足足健康管理 人看得到很青菜 在世界地球日 這天 非合公開興奮 參加英俗設計關峰會 占對政府進行選 是二空五空年 精靈滑白的路線 總統蔡英文說 目標要由臺灣來 成為亞洲的力量中心 會將這個勤力 地熱 還有新科技的 原法 到達力量生中 強化地匯電網 還有豬量設備 要用科技來加速 靈活的轉型 我們要打入全球綠色供應鏈 無論是製造業的製程改善 交通部門的運氣的電氣化等 都要做出結構性的調整 分散式帳本這些技術 它對於我們不管是防災 應變 這個減少對跨國大公司的依賴 等等 都非常好用 但大家真的要注意它的耗難 總統蔡英文說 目標在二空五空年發電 結果會十九六星以上 僅氣一聲 到達團 揮力發電兩聲 不僅就先要完成 靈活轉型 需要企業 帶頭來檢討 總統說 國際的領袖要對政府的腳步 用大財子來檢討 衝擊 東方他表示說 企業跟靈活轉型 都要注意比面 落入關風險 還要給予靈 如果美國在台協會的 處理順 孫肖子 他是用中文跟英文 來表達對英俗發電的領事 孫肖子 他特別說到臺灣 在那個風靈跟地熱 發電的技術 發電 重新飛物管理 都是世界工人 在全球的環境 做得很好的冷度 正 孫肯子 正能拖牌 這是很強盜的科研 除了說要落實 集團的生活 前對環保團體 提出的各項建議 可以在做 進一步 來跟他做溝通 記者 綜藥報道